是保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 感谢你的收看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城市 在四天的清明年假之后 大盘真的变盘了 我的车标上面写了三项 非常重大的利空消息 在今天盘面上面发酵 总场交易指数变盘的结果是下杀了189点 关于后期的这盘式格局 有点要先提醒到所有的投资朋友 在技术面的形态上面 今天的线收的真的非常丑 那一个高档区 大概两个半月左右的小型的三尊底型 好这形态是跌破的 再来我们所跟大家报告到的 多方持强的关卡价 在这个缺口导播我们take近一点点就是 从J跟黑K横移过来多方 强势做一个防守区间 今天正式做一个跌破 那所以我想今天的盘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 的确是清凌节变盘了 可是变盘了之后到底怎么样看待这盘式格局呢 我想极短波关于细而不过走势 今天的跌幅台湾的股市大概是全球股市当中跌幅最重的 那我认为说由于很明显的在以稻穷工业指数来讲 或者是在南北韩这个风险控管 比较逼近南北韩风险宜云的这个南韩股市 在今天都还是相对抗跌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其实今天加权指数是很明显的进行了超跌的动作 而且当天加权指数盘中波段的一个放量的转折点 都在当天的转折低点 我认为这是一个低档承接吃货盘的一个买讯 因此在明天也许还有一个极短波的利空消息 做个测试之后 大盘随时有一个技术形态上面先言再说的一个机会了 可是投资朋友六老师在开始今天的解盘之前 我看到了这个大盘出现了一个投资的机会 我看到了大盘在我们所揭示后续有机会在半导体族群 出现一个主身段 这今天的一个向下利空洗盘 就是最好一个买讯出现的位置点 可是在谈这些类股自主营向上主身段发动攻势的同时 那刘老师从今天的加权指数一个下山 除了跟大家谈三大利空之外 我今天也要额外谈三点 我认为今天的盘式格局向下走低 大概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投资朋友 那今年一个投资的历程里面 再好的股票 如果你选择从头到尾死报到底 好那你今年要掌握到时间的 这个资金的时间利用效率 绝对会是相对一个比较不好的选择 第二个 今天大盘在三大利空向下杀盘过程里面 可是我认为你今天要去做追杀的 好你就跟随着 你是跟随着媒体上面的这些利空消息扫盘 今天去杀股票的 好投资朋友 我认为如果你今天去杀股票的时间一拉久 如果你每次遇到这种利空洗盘消息 都在杀股票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你在投资的这个历程里面 好很可能五成六成以上 你未来还是这个市场里面的输家 好第三点简单给大家的结论 在今天开始解盘之前 我简单的给大家一个结论 也许单单一则情流感的消息 我还告诉你说 我还看一下加权指数日线图的一个走势 未来怎么走 也许单单只有一个南北韩即将开战的消息 我会告诉你说这个盘式格局 好我要看看后续的走势 加权指数是不是也有一个组成端的一个机会 可是如果再加上第三点 今天投信被彻查的一个动作 那非常类似加权指数 去年11月21号在7050 好导播我们take一下电脑的走势 当宏达店在7050附近 见到一个波段转折最低点了 大盘就相对来讲就见底了 后来宏达店一个利空消息洗盘 但是前地没有做一个太深的跌破动作 大盘其实在7050反复的做一个WD型 刚好搭配嬴政案 投信最后利空洗盘这个位置点 后来盘式格局走嘎空一波到底 所以我认为这个盘式格局非常类似 11月下旬那个位置点 刚好利用媒体的利空消息洗盘 单一的任何一项利空消息 我都会告诉你说这个盘式格局可能要看一看 可是今天刚好发生三项全部都是非经济面 的利空消息扰盘因素我就会告诉你 同志朋友单单是这些都是一个消息面 全部都是讯息面非经济因素的一个扰盘 同时在今天进行一个发生的动作 那我会大概有九成以上的把握告诉你 投资朋友我认为今天沙盘的黑K 是投资价值买点出现的股票 最好买讯出现的位置点 好不好 所以一开始的节目开启之前 我会告诉大家说 我认为股票操作绝对不能死报 否则类似今天的下谈有很多股票 打低下来你高档均没有卖 从头死报到尾你时间又浪费了半个月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因为利空消息去做一个沙盘的 那我个人认为说 今天绝对不是一个短波路卖点 你卖股票绝对是卖错了好不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看呢 首先刚刚将波路图的走势 今天放量的点是在今天的短期盘中走势的低点 所以这个是主力利用早上利空消息 额外卖一趟 我还把它接回来的信息 第二点 今天收在日K线形态的最低到次低点 却放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成交量能潮 来到一个下降压力量能潮 逼近900亿人位置点 刚好满足了这条下降压力趋势线喔 所以今天可以去解释说 这也许是利用清明节这个变盘转折 去交代一个变盘转折低 做最后一个利空洗盘 那同时呢 我个人认为 黑K收在当天的最低点到次低一点 这种K线形态叫空投捷径喔 未来只要能够把这根黑K 迅速的进行一个换手站上 盘面如果能够找出一些主轴的股票 把盘式格局往上带 那这盘式格局应该是一个 最后利空洗盘的空投捷径讯号 所以我认为清明节的确是变盘了 但是呢 这里应该是主流既有股的一个买讯好不好 尤其今天是由投信 情流感以及寒战三大利空汇集 造成大盘一个重挫 间谍是另外一个侧面的观察是 盘面非常明确是由欠缺低档挂单 所造成恐慌追杀喔 那因此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上述的一个三项利空 全部都是飞机机面 因素的一个老盘 我认为只要一两天的反应 马上全部都会弹回来 所以这里绝对不是卖点 那现阶段来讲 如果要掌握到一个进可空 退可守的机会 我认为你就是想办法把资金集中在 用一个有效的攻击 来代替防守的动作 那有两档股票非常重要 将会四月份向上攻击的主轴 一档股票叫汉维科 一档股票叫联发科 这两档股票今天一个小跌的动作 反而是向上布局组身段最好的一个机会喔 那因此大盘廖老师今天就不花太多的时间 再跟大家做一个追踪 我认为总之朋友你要开始去找到一些 投资性价值已经浮现的个股的买点 类似如果我们要看宏达店 这几天营收公布 还没有进行一个公布的动作 廖老师还不晓得 宏达店到底营收能不能符合市场预期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讯号是 这是2474的可乘 好那记得刘老师在2月下旬的位置点 我一直告诉大家 好投资朋友如果你要做宏达店的 由于周KD最少都要扣两周的高值 你这边不要急这边抢短 那2666有点停班以下买进的 谈起来你一定要马上短慢 因为还会有一个震荡下压回撤 如果你要做宏达店先找可乘的买讯 如果可乘确定会走强 你先做益隆店 因为益隆店一口气会大涨5成 好因为周KD的RSV 那连续4周到5周扣底波段转折高 除非首闻两周不跌 可是宏达店是不是向他破低了 好但是呢投资朋友这是今天的可乘 好刘老师在我们获利方程式的Facebook盘中的一个 即时讯息解盘 今天有没有听到大家说你开始要注意到 好营收月增89% 那小宏达店领先宏达店的向上变盘转折了 好今天可乘从一个波段转折低点 拉上来一个向上的测距的过程里面 投资朋友 那已经守稳这个W底型三个交易日 我认为确定W底型已经确认了喔 所以你要开始注意 如果接下来营收公布不论是利空利多的消息 我认为你要开始注意好如果可乘的营收也开始往上拉 最晚我认为4月份营收红达店都会跳起来 好那红达店也已经来到一个趋势性低档的一个位置点 大盘我根本认为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进行一个讨论 这里就是一个三大消息面非经济面的利空老盘的因素 一个洗盘的动作 好所以赶快要去找到一些投资价值浮现的一个个股的买讯喔 有些投资朋友这不是刘老师在3月26号提醒你说 宏达店如果要动你先注意3月26号开始 可乘的六重周线向上变盆转折的买讯 好结果4月1号几乎跳到涨停板了 刘老师提醒你说还有一个主身段向上布局的动作 今天大盘在重挫200点好投资朋友钢铁人可乘已经创下波段新高了 所以今天由可乘我主要是要帮大家密切去追踪大盘 另外一档非常重要的看盘指标股 好叫做宏达店未来时间漏走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 但是投资朋友接下来第九周已经扣底到这里了喔 慢慢陆陆续续什么时候会开始RSV助长勒 好时间对了你一定要做出一个成功而有效反击的动作 好不好 但是投资朋友回来大盘廖老师跟他报告到喔 我让你今天加权指数这个形态的一个破低的动作 至少很肯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好在接下两三个交易日 强势股今天已经止跌了 很可能率先已经拉出来波段新高 类似联发科 类似捍卫科进行抗跌的动作 类似全联今天的首强 好可是投资朋友 就像廖老师告诉大家的喔 投资朋友手背跟攻击同样重要 如果在宏达店270元 大力光在800元 GR在这个逼近200块钱左右位置 从3月上旬这三档股票 廖老师就一直提醒到大家 这三档股票还有一个吸浪公投的向他回撤 好那如果按照我们规划 我认为今天大力光营收公布出来 真的不是很好的消息 好当然今天升级股 应该是相对抗跌走势 基亚今天差一点点 破前面的一个短播平台 好廖老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都告诉大家 投资朋友不能少了王健民 少了郭洪志这两个旅美的投手 在大联盟出战的投手之后 我们靠我们国内本土的投手 一口气就不小心丢个10分20分喔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你手上的股票 每一档股票都集中到类似 最好每一个人都是王健民 最好每一个人都是郭洪志 好那你一定要先做好这个动作的状况之下 我们再来布局一个清明节 向上多头的并盘转折好不好 那因此上半段时间 我会跟大家简单做个结论 首先有一批的股票 在这里可能还有一个空头向下跌势 那你要想办法利用这里 做一个持股调整的动作 投资朋友如果你有手中 任何股票方面的问题 好当然是希望你有宏达电 你有大力光你有基亚 这三档股票的投资朋友 怎么样利用有效的供给 来做成功的守备 真的不要吝惜有任何股票的问题 直接洽询我的服务人员 我们能够提供你更及时 而且更精确领先市场 帮你去把资金做一个有效的 运用跟集中的动作好不好 那跟我服务人员索取持股整段表 用这两分钟的时间 下半段的时间料是从这三档 我认为有机会继续成为 旁边上面四月份攻坚的主轴 这一块族群集中在IC设计跟半导体 即将发生主动 主生到那个股票 休息两分钟之后 再回来 王子打造贝拉维塔钢石城堡 公爵奉上温水景观泳池 爵士构思六百三十平精品空间 他们只为搏国宾一顿的公主一笑 到底谁能得到公主的方心呢 信一十分钟工程零付款 自备一百四十八万起买二至三房 来国宾一顿当台北市城堡主人 二九三八八五五八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零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用心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零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用心的投顾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零二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零 最舔你的投顾 顾德投顾 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或争议申诉吗 请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 请认为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关心您 爸爸 二牌清理窗 专利付的是倒快 徐秉性能超越国家标准三点五倍 有了二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呆友 好 来啦我们现场 那我们先从指标性的股票和维克做出发 投资朋友今天虽然小跌 但是跟大力光之间的差距已经落到十几块钱了 从廖老师画黄色圈圈提醒你说 大力光在供到八百块以上的位置你不要追了 这是七十多块钱的价差 你先把它放到口袋里来 从这个位置点大力光又回跌了五十块 但是今天盘中捍维克再创下整个波段的新高点 我想主轴非常明确喔 十月份如果你要帮您手中的资金做更有效的利用 尤其我一直跟大家报告 除非你在齐全商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琢磨 否则投资朋友 大盘加权指数的一个涨跌 只是助涨助跌 你选择股票大盘涨 它涨得更多 选错了股票大盘进入一个阻跌 断了一个向它测试过程里面 它的跌幅绝对会比大盘更深刻 所以从头到尾如果说在股票投资方面 你选股的策略一定要做对 否则刘老师一直跟大家讲 好投资朋友 那你急也没有用 你用力也没有用 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好就像我以前打高尔夫球 我高尔夫球老师会跟我讲说 你不要想说你打出去的球 你要打的你要用力打 越用力球就会打越远 好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其实你心里根本不必这么想 你就是把你在 这个发球区里面要做的动作 马步站稳了 姿势对了 你真的想要把球打远 你把你的铁缸 换成三号缸 换成木缸 换成比较长的缸子 好你打出去的球 自然就会打远了 好如果从头到尾 你的姿势是不正确的 你用力也没有用 吹下去 OB 好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我想要跟他报告的是说 投资朋友从头到尾 刘老师已经跟他报告了两个月到三个月 你的策略叫做 RSV扣底值 还在相对扣高的股票 你资金不要太早进来 你资金不要太早进来 好 那今天 半导体 IC设计相关的题材 古王已经正式换人做 好 那在大力光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相关的敌视的过程里面 这朋友汉维科又创下波段新高了 可是 刘老师是在今天才跟大家报告的吗 好 今天鸿海有一个比较明显挫低的动作 那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认为 如果你有投资的眼光 鸿海的向下撤低的过程 是要让你去找价值型投资进场买点 只是时间在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做一个杀低 好 那买点到底在哪里 手上资金比较多的投资朋友 怎么样 苹果鸿海家族做一个比较明显的资金集中呢 好 可是你自己回想看看过去三个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向上过程里面 每个人叫你大买苹果 大买鸿海 大买鸿海 大买鸿海家族相关股票 刘老师告诉你什么 主轴的IC设计半导体 今天有谁帮你解鸿海家族相关股票 好 那接下来 价值投资的买点到了 投资朋友你要开始找价值的买讯的位置 浮现的位置点了 位置在哪里咧 买点在哪里咧 刘老师会帮大家盯 好不好 可是投资朋友 那刘老师是今天才提醒你说 股王可能不是苹果相关概念股 而是在半导体相关的族群吗 这是3月8号 这是3月12号 这是到4月3号的时间点 好 这个是在3月27号的时刻点 好 当全市场还是提醒你说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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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海家族相关的股票 刘老师告诉你什么 好的猎人 懂得等待 苹果 你不要急 该成功做出有效反击的时间 刘老师再提醒你吗 今天 谷王是第二天首吻这个光考 我认为今天排斥格局 已经非常明显告诉你说 那 呃 在 捍维科在半导体埃及设计相关的族群 还是排面上面的主轴 好不好 那再服务大家另外一个类股次族群 组织朋友 刘老师从2月中下旬开始 在我们 获利方程式的Facebook 帮大家解盘开始 那这张股票叫2451的创建 这是3月7号的时间点 3月8号的时刻点 好 提醒你半导体IC设计族群 导播我们可以take一下 这张股票叫2451的创建 好 接下来在3、4月份将进入一个波段组身段向上的走势 这也是汉维科 这也是跟半导体相关的IC设计 这也是跟联发科 这也是跟全联 这也是跟益龙店 相关的叫做4月份3月份的主轴 半导体IC设计的族群 投资朋友今天大盘大跌200点 好 这是2451的创建 好 那这是3660的威刚 好 这是6145的禁有 好 这是3372的典范 好 这是8088的平安 今天还涨停板 撞下波段新高 好 投资朋友 大盘涨跌真的重要吗 好 当然重要 如果今天价钱指数直接组身段向上波段走涨 投资朋友你今天看到的 创建威刚 群联 联发科 益龙店 我们的张飞 我们的 吉党 IC设计 国务武将 绝对不只是今天的掌势啊 所以 廖老师一直跟他报告到说 旁边上面的主轴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就在半导体IC设计的相关的一些族群 廖老师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 吉党 我说 投资朋友 这个礼拜的下半周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掌握到 好 复制向益龙店从波段转折低 这七根掌停板波段向上的价差 好 前面照云低一个波段 小宏达店照云益龙店 向上的一个走势 好 那我现在不会带你去追益龙店 我会想办法带你去布局 类似当初在益龙店46块钱左右 波段七根掌停板向上发动走势 那个起掌点位置的股票 好 全新的几档IC设计股 将会是这个礼拜开始 你要去逐路中原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持股 好不好 最重要最明显的例子是 好 好 那同时呢 联发科料是不是已经帮他追踪很久了 那我们再帮大家追踪另外一个股票 好 这张股票叫做小联发科 他会跟联发科做0.8的换股比同样联动 好 这张股票就是3697的成心 如果你不愿意资金太多去集中在联发科的 好 我会请我的普通婚姻朋友 针对24050块钱左右的联发科 好 成心 好 我把他取名叫诸葛亮 做一个向上布局的动作 更重要我们看到一档非常明确的股票 这张股票叫8299的群联 好 我们在236块钱 大概在5天到8天之前236块钱 卖出去之后 我认为今天开始要把IC设计55这样的关羽 重新买回来了 好 投资朋友 接下来九格交易日 RSV的日线开始相加扣低 好 低档局非常明确的一个抵抗的形态 既然 汉维科 既然联发科 既然成心 既然群联 也有一个向上主身段 那我认为 投资朋友想要主入中原 好 那你要做的动作应该是先把手上大部分 还没有进入主身段的股票 做一个持股有效集中的动作 好 那刘老师来帮助大家做这件事情 第二点 那IC设计半导体租群 既然是这个盘式格局当中非常明确的主轴了 想要主入中原 剩下全新三档IC设计股55这样的股票 投资朋友 你绝对不能够缺少 好吧 既然下半周是大盘全线攻击 发动了这个其实点 好 投资朋友 那我会希望 我们这个IC设计半导体精英班 3加1 以及升级续约适用的这个装案 今天廖老师等于要正式全线 做一个解案的动作了 好 关于3加1的内容 认同廖老师理念的投资朋友 广告中的电话 麻烦大家多加利用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可能不知道 在你缴纳健保费的同时 你也在帮助别人 因为有你这些教师要帮助的朋友 才能安心就医 医疗资源缺乏地区就医 减免部分负担 谢谢你们 健保提供经济困难民众 保费补助及欠费协助 那家里 可书基于家庭及孕妇 均可安心就医 谢谢你 谢谢你的参与 因为有你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头部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之前专线 零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零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专业的投雇 固 固得头雇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得头雇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零二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用心的投雇 固得头雇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得头雇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零二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甜蜜的投雇 固得头雇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其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春季三主送 现正实施中 别怕房东长租金 别怕买不起 买得起的好房子 海洋都心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贝勃 贝 省水器材轻松省 贝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贝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美德 是美德更是美德